ok 我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建立个人稳定的可靠的vpn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因为 我看到就是我自己去使用一些其他的就是那种很多人共享的vpn的时候 发现掐GPT上去 嗯他做了很多的限制然后很多上不去 嗯我可以试一下 好这就是因为我使用的是我自己个人搭订的所以就是会呃比较正常的去访问 但是如果是大家使用那种就是很多人共享的那种账号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那种访问呃直接账号被强调的情况 所以就是不论是大家去呃看海外新闻或者是去炒币或者是什么样的 大家肯定是希望一个安全可靠不被监控的一个网络环境 而且就是前段时间好像说苹果开放了所有的vpn的国内的一些软件 但是实际上很多 大家在去选购的时候去发现就是那些其实是有一些 呃那种不好背景的就是说你的流量可能会被监控 呃呃 嗯另外的话就是我之前个人使用的时候会也是自建 但是原来用的一些形式会就是呃 经常被强或者说会被怎么样 基于这三个原因的话 我我一般自己都会是去自建 那么自建的话 我们呃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没有备案的域名 另外一个是海外的服务器 就是整个这两个条件的成本大概会是在30块钱左右 呃这个域名是呃 大家是就是买可以根据买的时间有关 呃那个海外服务器差不多是十几块钱 呃一个月 嗯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演示环节 因为我这个服务器是最近几天会过期 所以我今天特别适合去做呃这个演示 呃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站就是我会去经常去买服务器的一个网站 嗯我是34号过期今天是33号 呃然后我们去选购一下 待会儿这个网站跟这个域名注册的地方我都会放到 呃我视频链接的下方 嗯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网站的注册的话 我就这里不就不够不用讲了 就是说呃他会提示你去说什么呃要你安全验证呢或者什么这些之类的大家直接忽略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是嗯 也有一些为了合规吧 这之前其实这个网站也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去选服务器的时候我们直接选 诺探机入门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站上面所有的机器其实都是那种比较垃圾的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上网来说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嗯你如果是为为了 就是要求会更高的话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呃但是我我建议的话是最开始大家都从这个入门开始就是这种垃圾的机器开始 然后我地址的话大家就不要去写选香港或者是这种地方香港的话其实嗯动作周知的原因也不是特别的 嗯好 然后我建议推荐的是使用呃要么是露山基然后我之前被抢一段时间的ip的时候我会使用一段时间的韩国 其实这两个我是比较推荐去使用的呃我们选一下露山基然后 呃为什么要啊另外说一点为什么要去使用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直接可以用支付网直接付款的好OK我去选一下 呃 资资源这些我们都默认这个都是默认默认就是ipd的他写的就是一个然后 我选一下看有没有 啊就是全部都默认好吧 然后起源马上购买然后这里有个微优惠吗优惠吗我们怎么获得其实就是直接把这个复制出来然后我们去 呃哪里啊我们去轻打开一个页面 哎这个应该退出啊我们先退出一下好吧 嗯 我们为了拿那个优惠吗其实它是有个优惠吗在首页的 我们找一下稍等稍等稍等 呃这有个优惠吗其实就是它的呃跟玉米相关吧然后我们重新登录一下这肯定会过期 呃跟普通的服呃是一样的 然后选择你购买新的购买云 然后选这个入门啊他这18块钱OK8的8个库存然后所有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的配置的话我们直接 呃默认然后 写一下这个然后确定购买为什么要填这个其实是后续的就是续费的情况下这个也是生效的所以算下来每个月的话就是17块钱 确定购买 啊他要我选一下系统系统 稍等我看一下 系统系统好我们选 选一下我们这些武版图吧武版图20好吧 然后马上购买 刚才那个优惠吗确定购买 OK他的余额不足 呃 你看这个 选一下使用之后然后这个价格变了我们去做一个通知好吧先不做这一步然后进入这个 财务与管理的通知然后因为这些都是我之前过去几年消费的直接带线通知 我建议是你用的方法充多少没必要一次性充那么多 好 然后我们直接去扫码付款 稍等稍等 付款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价格对不对 然后我们选刚才那个入门然后这个然后选一下操作系统我们直接选武版图 1820都可以其实区别不大 啊然后选马上购买然后优惠吗 优惠吗 就是这个这个域名有关 点使用 马上购买吧直接确认购买 ok就是 看一下就是 这个4月3号到期了就是我们刚才买的这个服 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买一个域名就是域名的话 大家 就去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是买域名是不用备案的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保护自己一次的话就需要这样的一些 嗯需要吧我去随便去选一个域名 0xin 看有没有 嗯 这些都太贵了 我们选一个十几块钱的 或者几块钱 啊我建域名是这样就是大家按链去买没必要去买 啊那么久 有可能就是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直接选这样的就是几块钱就够了 因为呃 其实可以经常去换 然后也是这样 然后直接一年 好订单我们去确认一下 节选 周宝去 嗯 他说点去 我们去 好这些我们就不用管大家注册的时候会填这些信息 然后点一下这里 然后我们去复化一下 嗯 这个是要进行换汇的就是大家最后的时候在手机上收一下 你的密码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的域名也买好 好我们去配置一下我们的域名 好我们翻一下这个网站 开全局代理 其实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说但所以就是经常看这些东西我就是直接去 翻译一下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应该在这然后这是我们刚才买的那个域名看一下就是33年23年324年3月3号到期 然后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怎么去配置就是我们刚才买了这个 服务器 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我刚才买这个服务器这是有一个ip的我们直接把这个域名直接指向这个ip 这个ip 然后去选这下这个配置 嗯 嗯 应该是哪个 啊应该是这个 DNS这个让我们选一下 直接其实可以直接输一个默认的然后选一个 嗯 嗯 选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选这个就不要了这个不要 然后我们选一个 比如说叫 你擦吧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二级名大家可以随便选 然后这样 好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 好我们就设置完了等这个去生效我们怎么去测这个生效 就是说我们直接去pin一下 看他能不能找到因为这个是需要一点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可能 现在pin的话pin不通也是正常的 是需要去等一下的 OK现在还 找不到这个这个服务 呃 OK我看了一下这个配置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但是 呃现在我去pin的话是pin不通 我不知道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 嗯他需要同步的时间很久 或者什么其他的 就说大家去买这个域名的时候 尽量去选点xyz这种后对的 呃可能跟这个有关 然后我刚才就把我的 就是刚才我买的这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 呃 我把它绑到了 就是 就是 我原来的域名上面因为我原来域名是9月份到期 就是还可以继续使用的 所以我去绑了一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选这个 然后这个 跟这些 就我我我打算这次用的就是这个 就是新增的是这个 这条记录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然后也填到这里 这个位置 这就是说你不 带就是 二级域名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前队的情况下 去访问的 呃 那个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对的这个去填 就是意思就是 啊 选这个 嗯dns 然后这个你选填你的自己的服务器的ip 然后这行可以不要可以删掉 然后你如果是自己新增注册移民的话你可以 定一个前队 然后再去 帮你 就是你的 你刚才买的服务器的ip 其实你 就说 但现在看起来这几个不一样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绑了其他的服务器 呃你可以新建一个子的 新建一个子的有个好处就是 呃有些情况下我们的 域名可能会被bump 那么我们用子 二级域名的情况下就可能 会在一定 经历上来说会 呃减少这种被 嗯 还能继续使用 就是说你这个二级域名被绑了之后 但是我们还能继续加新的 然后继续使用 啊然后我们去p一下这个 这个 拼 拼 呃 你xn点 ok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就正常了 但是 呃刚才那个我们就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 呃听不通 有有有这种情况就是要等很久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去选域名就尽量去选这种 点xyz或者是比较常见的 嗯 ok 我们现在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去重新去登录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服务器 好我去复制一下我的ip 我的密码我的ip我的ip的这个 这行命名 ssh root at 这样子 然后我们去复制一下密码 好 ok 进来了然后我们去新建一个目录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环境很很很 嗯半切八道就是我们可以make dir 然后 嗯 我们用的服务是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去新建一个这样的目录我们直接cd到这个里面 呃然后我们去复制这场mini 啊直接让他执行完 对然后这个就已经进入到安装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选看一下这些 呃升级啊这些我们就不看了直接看这个选这个二号 嗯他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报处但是就影响不大 就是只要能继续顺利的执行完完毕就可以 嗯 嗯这行命令我也会就是以单独的 呃发到视频下方然后呃 今天所有对应的网站然后呃这些命令我都会 嗯就是复制到那个 嗯我一个文档上面到时候去整一下之后发出来 我们等他去安装完毕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 其实就是这个安装好之后后续的大家怎么去用 就是可能你像这个带续费之后 带续费然后我直接去呃 嗯去然后直接去续费 马上续费然后去通质一下然后马上续费就可以了 就尽量是大家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去付不要去付很长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嗯 另外一个就是 嗯 呃啊其他的后面来说吧 我们等他安装完毕稍等一下 好我顺便现在去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的 文档好吧就是我们 现在需要的一些命令 命令 呃第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需要 ssh 打起 root root 你自己的 呃 ip 点 什么 点 什么点什么就是你的ip吗你服务器的ip 然后你去输你的 呃用你的密码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用户名 然后后面会提示你输密码这是第1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ping 我们刚才用的ping 然后 呃 呃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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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这样子然后去cd到这个目录下面其实大家知道的做就行就是这个登录进来之后其他的不用管直接创先创建 然后再cd进去然后再去执行这个命令我把这个调顺序调整一下 这个不能删啊删除到后面再说吧就是先登录进来然后 pin一下看就是看自己的域名有没有通然后去创建一个目录去cd到这个目录下面 这应该是有个delete是吧delete呃然后去运行这个mini直接把整个环境搭建好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在运行完好他现在提示我们要输入我们的域名信息啊我们域名刚才是用了什么就是刚才聘的那个聘的那个好现在可能找不到跑找我看一下好不好找 在在 这个应该是这个 好我们复制一下我们直接输进来 他会检测然后你如果没问问题的话他会全部执行完毕 嗯这报道其实但是大家都不用管其实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毕了 呃他会让你默认到43对是 你这个端口可以自己随便改就是6535之类呃然后尽量是655XX吧嗯 其实他的原理是什么其实就是啊把你的上网的流量我伪装成另外一个网站他会待会会提示说你要不要我进行伪装 我看他会不会做这个提示其实就是说你所有的上网流量会混到一个 看上去很正常网站的流量里面 是否伪装网页我肯定会选是对不对 好刚才那个呃是否伪装网页这个我直接打了一个外大家直接打外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嗯 呃刚才这个就是直接回车因为他没有说让你去选什么就可以直接回车 好现在其实已经装完毕了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这个网站他会变成什么呀其实他就是 把他伪装成了一个 呃看上去很正常的一个网站 就是我建议大家先去 呃去导入到自己的 手机上面手机呃比如说 嗯 先打开这个 然后我们还是用原来的服务器地址 我原来的一个然后我去 就打不开 开全局 好现在出来了全局出来了然后我直接去 扫小狐狸然后直接就可以 不是小小狐狸小火箭我说错了 嗯 呃 这个我就不录屏了就是小火箭大家知道吗 后面不知道的话留言然后我 再出个视频然后再去介绍吧 ok 这样吧我把所有原来的全部清清掉 然后再去导入一下 啊这个大家是基本上是不会碰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是因为呃我的域名大家就是呃我的域名全部是使用一样的 然后为本未经锁交融的 不震荡的 好 这153 然后谷歌 121.com 我们去选一下全球模式吧 好 谷歌打不开 这肯定也是有问题了 这这也打不开 重新去退出一下这个 浏览器 全部退出 全部退出 然后 重新打开 还是有问题 嗯 其实有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去导入到比如说小湖那个小火箭这种工具的时候就会 这种问题会比较少 就是这个客户端就是电脑端的会问题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 呃 其实因为大家免会免费就是无偿去维护的 所以就 可能会不是特别 特别好使有时候 试一下第一个 轻掉 轻掉 图形导 ok 退出 为什么 倒不进去 图形导 试着一下 再试一下 这个如果不成功的话 我就不继续试了 大家就 自己去尝试 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去用手机端 好 现在好 用第1个吧 各种模式 可能有些客户端不兼容 ok 就这样 就是说 嗯 另外一个刚才说到就是那个客户端怎么去找 我这里其实有客户端位置的 然后我说一下 呃 怎么去 就是去下载的比较快一点 其实这里是有个总结 所有的客户端总结都在这里 然后大家对应的去 去下就可以了 我我现在用的这个 是叫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 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自己建完之后用这个 就是 这是安卓的 苹果客户端 麦克的 一般我一般是用这个 然后去官网下载 这有个悖论呢 就是说你要去下这个东西 然后又要去翻墙 你要翻墙的话 但是你又想翻墙 你现在又上不了国外的网你怎么下 对不对 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 我把这个 关了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能不能下 能不能打开 好 这个网站能正常打开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在这里下 可能 可能会 呃 可能会有问题或者什么样 就是大家装 呃 如果是 能打开github的话 就是去github上面 然后 然后 等一下我们等他打开 这个因为是这这种这种对应的工具网站 都是会被专门针对的流量都会被控制被限制 所以我们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 就是如果这个打开很慢 然后打开之后 你去下的时候右键复制 复制链接 然后打开你的迅雷 直接去下迅雷是有 就是他会做cd 呃 cdn加速 然后其实是会下的比较快 就是我 去建议大家去使用的一个方法 ok 基本上 所有的 呃 配置啊 这些东西都在这里 就是算是今天自己搭建的过程中带着大家走了一遍 呃 反正后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会回复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嗯 小火箭对那小火箭的一些问题的话 呃 比如说 嗯你要买你你怎么去获得小火箭其实也是有方法的 就说有需要的话就是在视频下方留言留言然后我去 呃正继续回复一下好吧 嗯今天就说这些吧 今天就说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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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